现在我们开始去走它画面的暗部 有些暗部可以压 压暗部的时候 我先去从主体物上面 从主体物上面把它具体的一些形 包括一些色块 再给它整理一下 好 这是这个部分 然后再往身上的走 这不锈钢呢 它上面就很多都是灰色 但是这种灰呢 它又是有一定的这种色彩的倾向的 所以还是比较难控制 我们调色的时候一定要多去调 调准确再去往上面画 而且刚开始不要太厚了 太厚了的话就不好 后来改的话就不好改了 就这样子就不好看了 那么这种色彩的地方就不好看了 那么就能够再来说 那么这种色彩的地方就能够下来 那么这种色彩的地方 好这种色彩的地方 那么这种色彩的地方 好,这块,然后我们再去找它上面的一些变化 冷暖倾向,都是它找准确 它这样通过这种小的面,不断的把它把颜色准确化 有些地方它比较重,很浅的 它不是所有的都变,我们只是在这个上面调整出它这种比较 这个盖,这一块它是亮色 好 好 这个上面的细节 也就是插着色块 然后这边呢 它有一片粉红色的一个调子 亮一些 它比较亮了 你看我们通过这些色块 不断地去丰富 它这种不锈钢的质感 只会越来越强 它不会越来越灰的 不会越来越弱 大家注意它这个颜色的倾向 在这边 感谢观看 然后下面它也有亮色 也需要对比 拉开 感谢观看 好 它这个旁边 这个旁边 感谢观看 这种重的 尤其这种偏重的这种硅色 我们要仔细地调 调准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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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往里头走 感谢观看 它这个底下呢 它有西瓜的反光 偏红的 感谢观看 这是主体的物 主体物 它本身呢 它就是一个偏灰的 所以说我们在刚开始阶段呢 所以说我们在刚开始阶段呢 它不可能够响亮起来 它只有最后高光一点呢 才会马上就非常的 响亮 这个我们要忍住 哦 我们大可能别的 label 对 men kas废的这种地下 included 最后一顿的意思嘛 再次遇免你会被你读aud along的变化 这个里头的变化还是非常多的 这样通过一点点把这个形的收住 而且它这个上面的颜色非常的丰富 与其这张画它这个不锈钢颜色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们仔细的去推敲 它底下有反光的部分 加一加 反光的红啊 不同的红色 它有这种反光的偏紫的这种颜色 就类似于这个葡萄 葡萄在里边的有些反光 它又比较重 里面的这个项目 和平均有点退词 按 Estados areas 谢谢大家 这个该晾的地方我给它提 但是这种它都是比较小面积的一些地方 谢谢大家 这种小变化非常的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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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它里边的这种变化 我们通过提 足够就会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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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壶我们先画到这儿 先让它干一干 然后我们先画其他的 它这个画面需要整皮的走 像这个玻璃它就可以同时画 玻璃它的性质和右缸也是比较接近的 它也比较就是不像那个其他物品那么的严谨 它也比较变化比较多 然后我们先画个比较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然后底下注意散光 我们要注意散光 感谢观看 然后再来把它底下的投影缝隙 在这儿跟一下 感谢观看 这个下面整体它的颜色要弱 但是该有的形还是得有的 然后加这个里头的水果的暗部 水果的暗部我调的时候 整体重度来在压住 好 好 纯度挥下去 就是加一点补色 纯度要挥下去 其次它的色相该有暖的 是 跟其他形容一样 后面它这个也有暗的地方 但是它程度我们给它低一些 程度非常低 这是有关的 特别人的静音 这些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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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络了 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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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体的色块快速地往下压 包括这边它还有一个侧面 葡萄 葡萄有跟上 难得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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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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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寸布上 通过这些呢 我们能感觉到这个画面 它会越化越深入 越化越丰富 然后再调一些非常浅的这种 颜色呢 来把我的布置再走一走 非常非常弱的 都是小的笔 小笔触 非常弱的这种 这种笔触 感谢观看 在这个白布上呢 它也有很多浅的这种布纸 这个一定要跟 因为我们要画完整的这个画面的话 这个布纸上面 一定要去找它的变化 它需要丰富起来 就包括前面 前面这个地方 非常弱的这种变化 这些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看上去它非常浅的颜色 但是它就是层次 有了这些弱的这些颜色 它整个画面的这种层次 才会更加丰富 它这个水粉不像油画 可以揉 可以推 可以给它散 但是这个不行 它只能就是通过这种笔触 一块一块去找出这种变化 所以我们需要 去仔细地去找变化 即便是这个前面 这个布子 它也有一个松动的这个边缘 这个边缘呢 它松的松开的 不是一些卡得紧紧的这样的一个边缘 所以要注意一下 然后后面这个物体的暗部 还是这个物体的暗部 这些都它跟一下 就是这样 这样 стали 这样 possibil进行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包括这里 压岸部都要同时压 这是后面的物体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橘子 稍微重一点 压一些 边缘一定要压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橘子 好 这个地方强化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 就比刚才那一层要深入了一些 我们再把它这个西瓜的厚度 皮 这个皮的厚度把它跟一下 然后包括这个后面的一罐雪碧 它的厚度也要跟上 这是它的暗部 那整体呢 透 一定要透气 不能画懵了 好 这种 这个厚度 厚度 然后底下呢 它也有2的地方 然后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种两个面色稿 但是呢 有些地方还需要再调整 比如说像它这个杯子它投影底下呢 需要压一点点这个重一点的投影 否则它飘啊 放不住 或者说是突不出来 你看就这么一笔 这就可以了 它已经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还需要把它这个 苹果啊 水果的外形把它收一下 这个水果已经被西瓜压得已经不像样了 我再把它提一下 就用这种亮色 然后它这个里头呢 它有暗部 暗的地方 灰啊 它纯度呢低 然后包括它这里头的投影 这个地方呢 它还有一把勺子 有一把勺子来跟上 它是金黄色的勺子 先调出这样一个固有色 然后它黄的地方 加一些黄色 小小的这一个型呢 非常重要 然后它底下呢 就会有投影 再次继续 超级哦 感谢观看